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二 路加福音十二章 四十一节 彼得说 主啊 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 还是为众人呢 主说 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主人拜他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主人来到 看到仆人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那仆人若心里说 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 并且吃喝醉酒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辰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的处置他 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 我们在上一篇已经讲解了 什么是仆人的忠心 以及为何有求于仆人的 首要的便是忠心 可见忠心的重要 但是我们也说了 如果没有见识的于忠 那也可能会给主人家 带来损失 所以我们今天再来讲讲 在忠心之外 还要有见识才行 有见识也是神 拣选他管家的重要条件 这是在忠心的基础上 再要有见识 如果两个人同样是不忠心的 那么有见识的人 通常会比没有见识的人 所造成的损害要更大 那么在忠心的基础上 有见识又有什么重要性呢 我们就拿分粮给众人 这个基本工作来讲好了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 在不同的季节里面 也会有不同的应对措施 有些仆人只知道将干巴巴的粮 没有加过任何的处理 与调试 就分发给众人 但是巧妙的仆人就知道 如何将哪些种粮 适当的搭配 适当的处理 再分发给众人 当会众中有的人亲人过世 或者是会众正在准备 欢喜快乐的过圣诞节 他们所需要的灵粮 是不一样的 若是两者同时发生 那么神的工人 在准备分粮的时候 又需要很多的智慧 同样是出之于圣经里的话 但是因为时机的不同 传达的技巧不同 也会有很不同的效果 千言二十五章十一节 一句话说的合一 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就是这个意思 此外如果有会众读经 有问题去问牧者 那又如何呢 有些牧者按照圣经讲道还可以 但是当被人问到问题时 特别是很多新朋友的问题 又是很有创意的 他们就回答不了了 最后就只能说 圣经这样说就是真理 就是这样 你只要信就好了 其实他说的一半是对的 圣经确实是真理 但是既然是真理 就不怕各样的问题来挑战 有的时候有人问问题 是稀奇古怪 但是传道人回答不出来 不是因为圣经的真理不够真 乃是因为这个传道人见识不够 或者也是对真理的认识不够 他的知识都是用背下来的 没有好好的思想和贯彻的了解 这样的传道人回答问题 就只能让人的问题长久留在人的心中 不得解了 另一方面要有见识的原因 是要能够观察神真正的作为 才能知道如何遵从神的带领 有的时候我们请来一些不一样的牧者 他们会讲一些好像先知性的话语 比如述说神在这个世代 或是以后的世代将要有什么作为 关于这些我们一定要小心 不是一个人挂了牧师头衔 他说的话就一定代表神 要知道这个世上会有假先知 如果有人说了先知性话语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才能知道那是真的 还是先知还是假先知呢 这就要靠牧人的见识和对真理的了解 比如说有人说 神要在末世做财富大转移的工作 要将不信之人的财富转移到信神的人手中 这话可信吗 我是一个牧者 我要保护我的羊 我就绝对不会请说这种话的牧者 来到我们中间传讲这种话 因为就算真的有一两个例子 神这样做了 但是这种话对于一般羊群来讲 又有什么好处呢 只能激起他们的贪心 忽视乱想 以后有了错误的信心 这种话还是不要听才好 如果神真的要在财富上祝福我们 那他祝福了以后 我自然会知道 也会归荣耀给主 但是不管是不是真的 宣讲这种理论就只能害人贪乱 那绝对不是神的意思 因此管家的见识 也是防止异端邪说对羊群的侵害 把披了羊皮的狼 远远挡在外面的重要武器 愿上帝保守并赐福给你们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阿们